新北消防暑期活动开放报名咯 今年消防夏丽营分别会在新店、板桥、三重等地区举办 一共有14个场次、2800个名额 欢迎小一到小六的学童报名 另外还有职人体验营 让高中职青年学子可以进一步了解消防工作内容 报名时间到6月7号截止 因应暑假到来新北消防暑期活动开跑咯 今年消防暑期夏丽营规划了多个场次 分别在新店、板桥、新庄、中和、三重、树林、细子等地举办 共计办理14个场次 提供2800名学童参加 针对新北市国小一到六年级学童 设计了四站八项的闯关活动 包括烟雾体验、学习各项防火防灾知识 模拟溺水情境、结合救生装备 教导学童防溺口诀 以及透过地震车体验 了解地震来时该如何应对等等 让学童在寓教娱乐当中学习各项防灾知识 另外从去年开始新增的消防职人体验营 获得了热烈好评 今年同样也有办理 规划在系纸宝长坑训练中心办理一个场次 有50个名额 提供给就读或居住新北市的高中职 及25岁以下大专院校学生参加 活动中将有消防衣着装、农烟逃脱、紧急救护、水线布置 以及基本神洁和垂降操作等七项体验课程 除了希望借此提高青年防灾意识外 也能进一步了解这份消防工作指挨内容 鼓励青年学子加入防灾守护团 2023新北消防暑期营队活动自几日起到6月7号开放报名 各T次名单将在6月9号采电脑随机抽签方式选出 活动完全免费 欢迎大朋友小朋友踊跃报名 报名请至消防局官方网站点选活动连结 记者杨邦友超方奇新北市采访报道